嗨,欢迎收看发现美味时刻,我是杨杨 2018年的夏天,拥有超过半个世纪历史的米其林终于登陆广州了 对于中国美食之都的广州,米其林算是迟到了 但是啊,迟到的米其林并没有表现出它的歉意 反而整个米其林评分的结果让众多的广州吃货感觉非常不好 甚至不少网友直接说,广州有多少好吃的,你们吃过吗? 我们吃过,广州人不需要米其林 为什么网友们反应如此激烈呢? 事实上啊,可能作为一个中国人都会为这样的一个结果感到奇怪 作为中国美食的集中地,或许是世界上对美食包容度最高的城市 广州只在米其林手上拿到了八颗星 并且这八颗星分别搬给了八家餐厅 也就是说,弱大的广州连一个米其林三型甚至二型的餐厅都没有 而让广州吃货们更加生气的是 同为国内城市,上海,澳门,香港 这些早已接受米其林评测的城市都拥有不止一家的米其林三星餐厅 更别说二型和一星了 但拿澳门来说,广州的任意一个区的面积都比它大多了 但它拥有接近20家米其林星级餐厅 是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说,你在澳门,就要走上街买个方便面 可能先碰到的都是米其林餐厅 这让我作为美食之都的广州连往哪里割呢? 就想问问这些美食侦探,广州早茶,你们了解过吗? 广市宴席,你们了解过吗? 广市酿汤,广市甜品,你们真的吃过了吗? 还有牛杂,鱼蛋,赖粉,鞭炉,鱼生等等各式各样 让人听到就能流口水的美食,你们懂吗? 不少网友表示,既然你不会欣赏,那我们也不认你了 你凭你的,我吃我的就是了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关注发现美味时刻,留言与我讨论,我们下期再见